大家好,我是钱柴 今天媳妇给我放的一天下 大家都说风浪越大,鱼越贵 今天我就挑战一下,在风浪大的地方 看能不能钓到鱼 在我们这里,穿子,立穿子比较近 在我隔壁穿子里有个水扣 现在我已经来到水扣边了 大家看一下浪大不大 把水都建缓住了 这个位置正好 把桶放在这里 不要看,这里只是个小小的水扣 但是我在下游,今天风有点大 浪还是比较大的 这根鱼竿有八个多页都没用了 但是鱼飘,鱼坠,鱼钩都是说好的 大家肯定没有见过我袋子里面的东西 这是我小时候钓鱼留下来的军院 这是粪堆里面的粪城 我把它拿来,穿在鱼钩上就可以钓鱼了 我打开袋子,让大家看一下 这种虫在我们这里就叫粪城 你们那里这种虫叫什么 我们小时候钓鱼,鱼特别的爱吃 这种粪城的话,比鱼鹅还好穿鱼钩一点 我把它穿在上面,就可以放水里面钓鱼了 现在我就把鱼鹅穿上 今天还装色了,我这个鱼钩绿色的,跟我这个衣服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话,看我的表演 鱼钩拎起来,拉着吊坠 进去吧 大家看,那么大的浪 今天就为了挑战,风浪越大,鱼越贵 看我能不能成功 坐在这里等着鱼上钩就可以了 跟大家吹下牛 我们这里有老人说这个水扣有一百多年都没干过 说最大的鱼比我还大 今天挑战,看能不能成功 因为风浪太大,我甩出去的鱼钩 你看,鱼钩都还在那边 鱼钩就直接把风浪直接捡来这个边上了 我想个办法 因为风浪大,这样的话我要加油一点 直接拿着鱼钩,把鱼钩撑出去 好好的看好那漂 我在这里钓了一个小时了 鱼埋钓到,钓到了一棵胶瓜 这么大的胶瓜都被风浪卷到这里了 鱼儿鱼儿,快上钩吧 不过别急,钓鱼要的就是耐心 看一下养风的风景 现在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没有钓到鱼 大家都说,风浪越大,鱼越贵 诶,现在我想清楚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风浪越大,为什么鱼会越贵呢 原因就是在风浪大的地方不容易钓到鱼 所以鱼会越贵 啊,不过不要放弃,加油 肯定能钓到的 愣花你小一点嘛 要不然今天这个挑战就失败了 今天媳妇给我放这个架 挺不错的 来外面看看风景,心情都好了一大段 虽然现在又过去一个半小时 三个半小时啊,还没有钓到鱼 但是媳妇今天给我放的这天价值得 来这水扣边观赏一下风景 心情都特别好 努力吧,加油吧 旌旗钓到它,努力吧,加油吧 努力钓到一条大鱼 马上回去给媳妇加餐 哎呀,又钓了一个椒瓜过来 竟然还勾在鱼勾上了 拿不下来了 我出手下去拿 打鱼我要留着钓鱼的 虽然刚刚勾上了 经过我的努力 还是把它拿下来了 走,继续加油 把它抛出去 占最高的石头 抛最严的钢 钓最大的鱼 这钢抛出去十分钟了 鱼飘在那里还没动 应该稳了 就等着鱼上钩吧 来了来了,鱼上钩了 慢一点,来,来 哇,这么大一条 刚刚看到一条大的 忙着拍视频 把鱼都弄脱钩了 可惜了 拿上来一看 鱼鹅都被吃光了 我又重穿了个鱼鹅 进去吧 飘动了,飘动了 逮到了,逮到了 有我的手指头长 风浪越大鱼越贵 这条鱼能不能卖五百块啊 现在已经钓了七个八小时了 今天挑战在一百年外缸 风浪大的地方钓鱼 失败了 但是没关系 今天风景很好 心情很好 走 我回家给媳妇做饭去